你是否常常覺得用點回在上色的時候 很麻煩、很花時間、常常花都沒有耐心? 或是總是不能讓顏色好好的待在線稿的範圍裡面 很容易不小心就塗到外面去? 還是說想要做出一些手繪的質感 但總是塗著塗著就把原本那些很好看的水彩或色鉗筆紋裡塗到不見了呢? 大家好我是元祺 今天我要來示範六種用Procreate上色的方法 那這其中有些功能呢在其他的電荷軟體裡面也是適用的 如果你還沒有iPad跟Procreate 也可以拿起你平常習慣使用的電荷軟體一起跟著做練習唷 那就讓我們一起開始吧 在我們開始上色之前呢 請大家先自己準備好一張線稿 那如果你還沒有想法或是還不太能夠自己獨自畫出一張線稿 可是又想要練習上色的方法呢 可以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找到我今天要示範的這個線稿購買連結 第一種上色的方法就是最基本的乖乖的塗手上色 我們在線稿的下方新增一個塗層 選一個邊緣比較平整一點的筆刷 然後我就大範圍的把它刷上去 那因為第一層畫的皮膚塗層 上面還會再蓋衣服啊蓋頭髮等等 所以邊緣的地方直接畫塗出去沒有關係 接著在上方新增一個塗層要來畫頭髮 那頭髮的線稿外面呢就是背景了 所以這邊就要小心的沿著線稿來上色 這種上色方式沒有什麼特別的技巧 就是細心然後有耐性的慢慢畫 雖然這樣子上色的速度比較慢 但我覺得這種還是最能確保每個細部都有畫好 沒有塗出去或是有空隙的地方的一種上色方式 那我覺得有時候一邊聽著喜歡的音樂一邊這樣慢慢的塗也是一件蠻療癒的事情 外寬畫好之後就可以拖一色塊過來直接快速的整片上色了 等到皮膚頭髮衣服啊等等這些底色都上好之後 如果覺得黑色的線稿顏色有點太重的話 可以在線稿塗層這邊用兩根手指頭往右畫一下變成阿爾法鎖定 然後吸取底色把這個底色顏色調深一點塗在線稿的地方 這樣子全部修飾完之後 線稿的顏色就會跟旁邊的底色比較接近 那整個看起來會比較柔和一點 第二種要介紹的也是修飾線稿的一種上色方式 我們可以在黑色的線稿這邊先把它調整成灰色 然後把塗層屬性選成加深顏色 那這邊要注意一下如果你背景是用白色的話 那加深顏色的這個塗層是會看不到的 所以可以先把背景調整成白色以外的錢灰錢咖啡任何顏色都可以 那這樣在上色的時候就可以發現底色跟線稿重疊的地方 就會自動變成比較深一階的顏色 會不用再花時間去手勢現稿的顏色 不過另外也要注意因為這樣的方式會透出底下的顏色嘛 所以在色塊邊緣的地方要更小心的去手勢一下 讓它看起來比較平整一點 就可以把墊 layer出來的圖層屬性 比較平整 除了加深顏色之外 也可以試試看線性加深Ord色彩 增值等等的 塗層屬性 这些都是让灰色的线稿 颜色变深 都可以达到 让线稿看起来 比较柔和一点的这种效果 那如果你想要你的线稿 存在感在更低一点的话 就可以把涂层的透明度 再降低一些 第三个要介绍的就是快速的上色方法 我们在线稿这个图层先把它选取起来 然后设定成参照 那在开始上色之前呢 我们要先把线稿放大一点 然后确保它没有任何的空隙 就是把所有的线条边缘都连接起来 那等一下才有办法顺利的用参照来上色 线稿收拾好之后 就可以在下方 一样新增一个要用来上色的涂层 然后调好你要的颜色 直接把它拖到要上色的地方 那拖过来的时候呢 可以比线不要放开 然后左右调整一下填色灵介质 这个灵介质就是越高的时候 填色的范围会比较大一点 可能会涂到隔壁的区域去 那如果灵介质低一点的话 填色范围就会比较小一点 那有时候如果你左右拖移都发现 填色范围还是超过你想要涂的地方 那就有可能是你的线稿没有把它完整的连接好 就要再去检查一下 然后一些范围太小的地方啊 像是眉毛这种很细的 填色范围也会比较不好上色 所以还是要再手动的去填一下颜色 不过也有需要注意一下的地方 例如像我头发这边有画一些发丝的线条 那用参照上色之后呢 就会发现这些线条的边缘是有一些空隙没有填满的 这个时候就要再手动的去补一下这些空隙把颜色填满 下一个要介绍的也是快速上色的一种方法 如果你想要保留线稿有一点空隙的这种很自然的效果 不想把它整个填满来用参照上色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像这样子 先把线稿的涂层复制到下方 然后选取你接下来要上的颜色 例如像衣服这边我就要使用蓝绿色 所以我就先用这个颜色 把这一层线稿有空隙的地方简单的补一下 就是点一下这样子把有空隙的地方填满起来 然后一样就可以拖一色块来快速上色 第五种要介绍的上色方式是用遮罩来上色 我们一样复制一下线稿涂层 然后在底下复制出来这一层 把它快速的整个涂满黑色 涂好之后就可以把这个涂层的预览给关闭 然后选取涂层范围 新增要上色的涂层 然后设定为遮罩 这边可以先多复制几个有遮罩的涂层 等一下分别要用来画皮肤、头发、衣服等等 像这样子在有遮罩的情况下上色就可以确保颜色不会涂到背景去 就是最外围的这一圈可以不用再花时间去整理 然后擦除涂出去的色块 那可能会想说那这样子中间像是头发跟脸 衔接着这个地方一样想用橡皮擦慢慢的去擦掉 好像没有快很多 不过用遮罩上色有一个好处 就是在整个底色全部上完之后 如果想要帮这个人物加上光影的效果 就可以继续使用这个遮罩范围 我们新增的涂层然后把属性调整成加深颜色 加上这个整个人物范围的遮罩之后 就可以快速的帮它画上眼睛、高光等等的效果 今天最后一种要介绍的上色方式 就是让笔刷的手绘质感可以保留下来的上色方法 那最基本的上色方式呢 就是先选取一个你喜欢的纹理的笔刷 大范围的涂上颜色之后 再去把涂出去的地方擦掉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使用遮罩的方式来上色 那我们刚才前面示范过的是先把整个人物的范围都先去制作一个遮罩 那在这边呢我们就要把每一个物件的遮罩分开来制作 再用这个遮罩去新增的涂层 然后在这个范围内用尺寸大一点的笔刷 大范围的给它刷下去 那用这种遮罩的方式来上色跟前面直接上色再擦掉边缘的差别 也就是假设你要在衣服上面再画上花纹 或是还要再叠第二层第三层的颜色 就可以继续使用这个遮罩 就不用每一层上色的时候 都要在那边慢慢的擦掉涂出去的地方 那之所以看起来会有手绘的笔刷效果 是因为这些笔刷有一些纹理一些空气 会透出下方涂层的颜色 那看起来就会觉得好像是用铅笔或是碳笔去涂出来的感觉 以上就是今天的Procreate上色示范 大家都有学会了吗 有没有哪一种上色的方法是你觉得比较好用 用起来比较顺手的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 那如果你有任何关于Procreate或是画画的问题 也都欢迎直接在留言区询问 我都会在拍成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